他就是台湾第一的文化傳統做十六歲的概念 來搭著十六歲假青春結束在下列的活動 到八過十一河進行 都會在台湾文化中心來開 包括舉動表演 專題講座 學外點營 還有齊節都完體驗課程 訂定十四點的下列的活動 提供給青少年他就是文化結束的方式 來體驗新年代的傳統列表 有了認識已經十年的台南獨有的文化傳統 做十六歲 為概念來搭著的十六歲假青春的事實 下列的活動 最好由到台南市市長恩威特 參加活動前的記者會 宣布十六歲假青春的事實 結合到看日 做日 齊節跟家母町下列的活動 讓青少年朋友透過不同的方式參與表演技術 以不同的方式等大人 出現學生集團對著表演技術的實施 也讓文化和藝術同時向下接近 很多很多其他更多的意義就是靠我們自己來把它詮釋出來 包括七月十三、十四的街舞 包括這個我們八月九號到八月十一號的青少年的劇場 還有包括我們八月十號、十一號的主夢市集 以及許許多多的活動 市長在這邊也要特別邀請各位 如果我們這個街舞 這個得獎的前三名 可以邀請各位來到我們跨年活動 和我們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謝思淵表示 今年十六歲真青春 藝術節會拼擺節目 青少年冠喜各位 今年是依照人 來順帶他們吃十年 邀請專業輸主 帶來青少年在育局長大人做新人類 青少年的文化成人類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核心 其實是我們會給參與的學員 比較正式的這種表演藝術的課程 那事實上這個藝術節最後最後的壓軸的高潮 也是這一些青少年最後來演一出自己的戲 從目前幕後然後他們來做 都是由青少年來執行 另外破了到今年很棒主題 十六歲真青春藝術節 修圖加理到四角 藝術法黨搖擺著 義工義沙台南新藝術得主 五更新 在台南文化中心加力 講到 給我北台現地製作作品 登記對七月二合到八月十八合 歡迎其民朋友這回來參加 畢者擔心 人苦彩鳳伯德